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非常地快乐 我有心疼的时候 我认识这么多的你们这边年轻朋友的时候 看到你们我蛮心疼的 我看过他的纪录片的时候 我又看到他所谓的叛逆 就是那种 我就是跟你们 就是要跟你们作对 我就是不要怎么样 我就是不要怎么样 可是慢慢他也明白了 那个并不是一种方式 不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弟弟刚刚跟我说棒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组织的运动 就是跟像一家一家人一起 咱们的那个本来把就是又特别像一个房子 所以那个房就带着 要开始画了 所以咱们的本来把就是一个房子行的 要开始画了 刚才给我画呢 这样子再加两个窗户 就车房子了 加个门 对吧 对 这事业教你的呗 你教我自己做不出来的 是吗 哎呦 挺聪明的 所以本来把我们本来把特别像个家 所以咱们每次每得一份的时候都要以家为中心 才到家才算得一份 最终目的还是得回到家 我越跟你们认识 越可以跟你们聊得多 越知道你们的生活 你就会觉得 我又多了一个朋友 我多了一个朋友 我又多了一点点 更知道这个事情会变大了一点点 所以我才讲说你们不要问我 制作单位要你们问的问题 不要那么目的性 你那么美 不要 就是我宁愿你们是很真心的说 哎呀我想聊个什么事跟你聊个天 你想真正认识我什么 或者是我想真正认识你什么 你觉得最不顾一切角色你演过的是哪一个 最不顾一切演的角色啊 你还演过的 我演过的 你还演过林黛玉呢 我演过林黛玉 我演过林黛玉 我演过林黛玉不是不顾一切 也算是不顾一切了 就是人家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去做了 其实我拍最佳拍档的时候 其实是蛮辛苦的 最佳拍档因为辛苦在很多地方 我们要打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那可是因为我还算是 我算是弹力啊什么东西还算是蛮好的 柔软度也够 所以我学东西很快 样子也很像 所以就后来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大人说 你这样打几拳 他教我几个拳 我就打得很像 那他们就认为我大概是会 后来就很多东西就让我自个儿来 所以我受很多伤 我受过伤就是从 比如说我要从一个很高的跳下来 跑 跳上去 跳下来 再继续跑 打 那有东西一跳下来 脚就会晚 就比如说从高处摔下来 摔到玻璃上 砸碎玻璃 那可是玻璃是糖玻璃 可是就算是糖玻璃 对我们来讲还是很紧张的 可是我们就是要做 因为导演就是希望能够看到 不是街的镜头 你都是真做 然后后来甚至有拍过 受过伤的就是摔 脚扭坏 那甚至于就是又跑 跑起来 跳起来 侧踢 你知道 那我跳起来侧踢我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我下来那一刹那 我是不会的 因为你侧踢完 你下来的时候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 我是一拨这样一打 就把肋骨 就伤到肋骨 所以我身上受很多伤 所以为什么我也会特别明白 做舞师的辛苦 其实像你说成龙 他们这些全身都是伤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来去吃饭的时候 他都已经很难走路 他有的时候要 比较辛苦的 要用那个 你们现在叫那个什么车子 像一个轮子 电动车子 他就因为他走路都觉得辛苦 真的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不能够再演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就停止了 可是你也演得很像啊 因为那段时间 就是警察都会跟您经理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演一个那个女的Madam 就是 所以我走出去的时候 真的是 很多的警察看到我都会叫 哎哎Madam 他们都入戏了 非常入戏 我对张姐印象最深的是最爱 我那个时候在 在我们图书馆里面 借了一张DVD 然后在电脑上看的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 相对直白的表达 然后那次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有点傻掉了 感觉我受到了一些冲击 觉得原来 故事可以这样说是吧 然后故事还可以那么的相对的直白 就是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藏着掖着 不敢表达真实的情形 也好 人性也好 我当时 就有点受到冲击 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女性电影爱好者 然后我觉得 特别的我到 我最近重新在看心动的时候 我觉得像心动也好 最爱也好 我觉得像心动像是最爱的前传 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艾佳姐可能非常擅长 用微妙的这两个字来做电影 以前我的电影出来的时候 我都会叫我家人去看 我都记得我的家人 常常看完以后 都不太知道我在说什么 可是我就 你很小 然后他有一年 你记得你有一年 从英国回来 你在飞机上看心动 对 我在成年了 对 你稍微大了一点 十六七岁的时候 每个年纪看都有一个 然后他下来 第一件事情问他 妈妈 我刚刚在飞机上看了心动 我看懂了 我就完了 我儿子开始 开始青春期了 今天天气好好 我就想起来 你那一部戏叫《海滩的一天》 《海滩的一天》 这是《海滩的一天》吗 这就是《海滩的一天》 我的天啊 啊 我们《海滩的一天》的男主角 毛学緯先生 毛学緯 哎 Sylvia 大家好啊 哇 毛学緯 我的天 听说你现在是什么 吗 吗 这个我告诉你啊 这个巧的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到这个景 他们不告诉我说这个井是在海边 他们只说在一个度假的地方 你不觉得这个井 跟我们当年在福岁湾那个井 那这一张是在剧中那个 我们不是要结婚了吗 对 结婚以后你带我去看 我们要借的房子 住的家 好的 这张照片也绝版 杜口峰拍的 这一张也是杜口峰先生拍的 这场戏有没有剪进去电影的 没有 好像没有剪进去 就是剧中人阿财 就是徐敏衍的角色 他结婚的婚礼 对 他结婚的婚礼 因为剧本里边 林嘉丽跟程德伟 这两个角色是不可能笑成这样子 海滩一天我全程是用假发演 我戴的是假发 因为我刚刚下那个戏 我剃的是蜡蜜头 那有一天杨德商打给我 他说David 你知道我没事 我没事 他说到家里跟你聊的事 那我就去了 然后我记得他说 你进门往那个花园往后走 到那个厨房 我坐下以后呢 就有一个人拍我肩膀 你说David 我这样 Sylvia 因为张艾佳是 是我们那个年代做演员的 她不是皇帝 她是妻子 她是女王 女神这样子 开玩笑 不要这样讲 张艾佳就跟我讲一句话 让我到现在还记得 永远保持真实 太棒了 我们那年海滩的一天 提名金马奖 那那天晚上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你作为一个台湾所谓新浪潮电影的 这个先驱者 你要的是推动新的题材 新的导演 新的演员 新的一个风格 其实说老实话 我在那个时候觉得 电影根本就是应该是有各式各样 百花起放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你看我们现在也是退到 我们也变成老一辈的导演了 可是我非常尊重新导演 我觉得就是应该有新导演 然后有不同年纪的人 像我们这个年纪 还是可以拍出一些东西来 那这样观众才 我觉得观众才比较幸福 你知道 好 好了 毛雪 你看毛雪 那么要我做一个那个收尾 对我来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结束 就算是结束的话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记得我那天有跟你讲 我说我祝福你 下一次的青春开始 有开始吗 有开始啊 那就好了 永远可以延续下去 可以讲不完的话 所以我们暂时这里结束 暂时这里结束 大家不顾一切地 往下一步再继续延续下去 好 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因为听说那时候 你有给她一个称号叫乐高女孩 对 对 她超爱玩剪接的 她自己导演 但是她是我见过的那种 导演里面爱剪接的人 有的剪接会很困惑 她是enjoy it 所以说乐高女孩就很像 一直拼 拼到那个版本 我自己就快不认识 你说哪一个导演很喜欢这样 一直做这件事 她喜欢 她真的很喜欢 反正是就是我做一个结局 然后后来 kickback就是 敲过来之后 对 你觉得是不是 这个系列 没有 那个 奶胎最后爱 跟那个 那个 那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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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青春里最让你不快乐的是什么 最快乐的是什么 青春里好像 没有什么能让我快乐的事 对于青春你有什么遗憾吗 青春期活在不够自信 常常会担忧 会恐惧 却不真正地去做些改变 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际遇呢 四联网时代给当下年轻人 带来更多际遇和可能性 只要有自己的爱好 就可以发展成一种职业 电竞玩家 二次元 coaster 时尚博主 越来越多有趣的职业出现了 嗯 这个人我喜欢 有前途